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讲的题目 信息的题目是 真心神的旨意 不足的祷告 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主 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 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 你把我们成留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要经历你的同在 真的在这条守灵的天路上 我们如果没有你的陪伴 我们没办法走下去 但是今天你如此地爱我们 让我们聚在你的面前 你把你自己的话语释放给我们 我们聆听你的教训 若没有你自己话语的指引 我们像羔羊走你的路 真的我们醉在黑暗当中 若不是你自己吃下天上的粮 我们永不复作 又不得撕下天上的水 我们就永远即可 但是今天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但愿我们能看中这样的福气 把你的教训 把你的话语 成留在心中 周夜思想 让我们的灵命 个人有长进 家庭有见证 教会的张伴整齐 拧着你的再来 但愿主 你在圣经启示了最后的一句话 警示的通言 让我们 成留在心中 你说我必快来 但愿我们把这句话 成留在心中 真的成为我们走路的指引 我们真的要 从心中发出对你的感谢 我们要说 主 我们迎接你的再来 让我们预备 感谢主 也祝不佛我们这样的聚集 使用这个讲台 也接近这个讲台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保罗在《帖撒罗人家前书五章》里面讲到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祂要我们做的三件事 喜乐 祷告 谢恩 而且是要每天 每个时刻都要做的事情 这是神的恩典 是给我们的权利和福气 也是我们的福分 是我们喜乐 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 这是世人为别的 不自信的祷告 实际上我们跟神的灵里面的交流 想到倾诉 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得到力量 得到天上的福分 学习凡事谢恩赞美 能带下更大的天上的祝福 上次我就讲了常常喜乐 这个主题 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交通 不住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熟灵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正常的 规律的祷告呢 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问性质问 可能我们有很大的难处 如果今天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 就是说常常祷告 可能就更难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知道 知道 不知道如何祷告 如果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祈求 那么我们实际上 也没这么多的事情要祈求 再说我们祈求到后来 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直要向神来说取 向他求 你说好意思吗 就像你像一个人求一样 对不对 再说神不是人呢 到他面前来 我们至少要庄重严肃 是一种对他的敬拜 所以我们祷告不能随便 要像模像样的 是吧 要像做文章一样 要有一个好的开头 里面要有内容 祭位要有一个属灵的祭位 这样一来 我们往往感觉更难了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神特别的紧张 更不知道从何说起 所以我们羡慕很多一些 属灵伟人的祷告 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 他有心 把他们这些祷告抄下来 背出来 甚至是他们的样子 是他们的口气语言 腔调 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祷告 弟兄姊妹 尽管他当然了 你有这个心 总好过不祷告 你是想祷告好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祷告 实际上我们是坐在人的面前 表现给人看 这个祷告是不能达到神的面前 因为祷告神需要的什么呢 是你向他清新涂一 我另外在想 我们要做到不住的祷告 想想怎么可能呢 我们每天要生活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照顾孩子 我们要做很多的家务 忙得不业若夫 总不能我们批下这些 我们做一个追着祷告的人吧 再说了 始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我们应该爱神 因为神爱我们 也会回报 我们往往落了一个误区当中 认为神 我们爱神 就是要为他做些什么 做这做那侍奉 而且我们还要灵命长进 要聚会 要祷告聚会 所以呢 我们以为这样做 是爱神的一个表现 是涛他的喜悦 结果是我们忙到一个地步 我们根本没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难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对祷告的重要意义 和它的一个形式 没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成是一个责任 就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负担 而且失去了一种恩典 福分 全力的享受和喜乐的源头 这也是我们今天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交通的一个原因 祷告实际上 这是非常自然的 习惯了 而且不分时间地点 要不适 不住的腹泽 对吧 你平时感觉不到在它腹泽 这已经是成为一种习惯了 除非你在走路 在奔跑 你就觉得在腹泽 如果你感觉腹泽有难处了 说明你已经病了 如果你停止了腹泽 你的肉身就死了 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 如果祷告出现了问题 与神的交通出现了问题 那就说明灵里的生命出现了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祷告 与神是隔绝了 那么我们的灵里面是死的 所以圣徒摩安德瑞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祷告 所以说成是什么 是属灵生命的脉搏 它是将天上的福分和能力 传给传道人和信徒的一大媒介 能横切祷告的人 并能有强健和丰盛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 长大成人的 成熟非常重要的 而就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课 第二个问题 传出祷告 不能何时何地都要祷告 祷告实在是我们 与神在灵里的相交 称之为灵交 灵里的交通 主耶稣告诉我们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我们不能像我们跟人一样交流 我们跟人的交流是外边的 落体的感官 感觉和魂里的情感 去相交 要有时间 要有地点 对吧 你比如说今天你要约一个人交通 甚至你在电话里交通 你必定要时间 必定要预定时间 预定地点 甚至要看你的心情 好不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与神的相交 是里边灵里的相交 不是外面的改观 也不是文里的相交 你魂里边是摸不到神的 是圣灵里的相交 所以我们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不受形式的限制 这样一来 我们想一想 要做到不适的祷告 不做的祷告 就不难了 我们不需要配下所有的事情 而是在那里整天的祷告 而是随事随地 祷告跟神交通 因为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 对吧 无数不能 无事不在的神 这下四篇当中 139批当中所说的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所以 我们今天在家里边 我们是去工作 在外 或者我们休息 或者我们个人 或者我们集体在一起 在祷告 而且不具形式的 可以坐着祷告 大卫店里边 在圣殿里边 跟神交通 是坐着祷告 或者站立 或者跪下 或者大声地祷告 你今天在 我们白饼的时候 你应该大声地祷告 因着你对神的爱的激情 能够激起大家的回应 一起来赞美主 对吧 同时你可以怎么样呢 也可以轻声地 像碎莉那样地祷告 或者你这种嘴巴 不出声 像撒末尔的母亲 约纳的祷告 或者我睁眼 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 你怎么不能闭着眼睛呢 你睁眼也能祷告 或者你闭着眼睛 或者你举手祷告 或者你低头祷告 我们总之不具形式 如果我们具形式的话 那就一定成为律法 总是要随时随地地祷告 所以盖恩赋人说了一句话 非常好 他说真正的祷告 是心的祷告 心跟神的连接 你知道你的心 一直和主耶稣在一起 一直在不断地交通 这就是不住的祷告 我来举个例子 就要先知尼西米 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 遭受了苦难 城墙避回 他马上就警示祷告 他在神面前仍然作为 要做救证的祭祀 对不对 对救杯 但是心里想着要回去 他心里焦急得不得了 他想求亚大士西王 请假办这场事情 圣经怎么说 他说王看见他带着仇勇 他就说 王就问我说 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就磨蹈天上的神 磨蹈 你知道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 王问他的时候 你要马上回答我 对吧 这是伊斯拉的时间 你不可能 你等在那里 让我祷告后再来回答你 他把祷告和要办的事情 调和在一起了 这是为什么 他是凭死养成了这个习惯 跟神的祷告成为一种自然的形式 所以他是一个正式祷告的人 神随时与他同在 所以他能在圣间 以免跟这个王讲话 以免祷告得到了归影 所以在圣明前 在王面前说出了 得体的中肯的要求 救母王的允许 这就是随时随处的祷告 所以提摩泰前书二章说 拒起你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我们再举个例子 像圣徒罗伦斯弟兄 我上次也讲过 他是个厨师 他是一个无时无刻不相神祷告 与神同在相交的一个圣徒 他的榜样 确实是造就了无数的圣徒 他说 当我去厨房工作的时候 我是充满了伟大至上的神的同在 在那里尽我本分之后 在余下的时间里 无论在工作之前 或者在工作之后 我总是祷告的 他说 在做工作之前 我像小孩子一样 信托神 平息对神说 哦我的神 应做你的同在和你的旨意 我必须做我的工作 所以我求你的恩典来帮助我 是我一直和你同在 哦我的主 也与我的工作同在 就是我手里的工作 并用你的丰富 充满我的心 他正在工作的时候 厨房里面 锅瓢的碰起身 人在呼喊声 在嘲诈声当中 不能影响他与神 自己不断的沟通 交通 他一直求 他恩典的帮助 工作完毕以后 他说 我就要看看我工作怎么样 若是工作得好 我就感谢神 若是工作得不好 我就求他赦免 一点不会信 以正直的灵 重新回去 与神同在 所以翻页 Lawrence 斯基 说林歌言的 于从华弟兄 于从华弟兄 是我们基督徒 聚会处的老前辈 他因神的缘故殉道 在书中这样写道 他说 他要将与神的交通 和工作合在一起 工作反而容易 工作的效率 不因此而减少 反而加增 因着他的忠心 我们的弟兄的凌晨 造就的结高 他的忠心 是他把一切的思念 放在一边 这是自由的 不断地与神同在 最后他的习惯 他的习惯什么呢 就是与神交通 祷告的习惯 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天性 若要忙碌 在事情上面的时候 不与神同在 交通的话 反而是成为不可能了 所以神就造就了他 成为一个大有能力 大有喜乐的一个渗透 我们来看看 除了随处祷告以外 还有一个固定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我个人的经历 我觉得除了每天 要把我们碰到的事情 随时随地的 带到神的面前 来求问谁 我们应该在一天当中 有个固定的时间 来祷告 把这个时间分辨为圣 献给神 向戴伊里 一了三次 面对耶路上人 跪在地上 向神祷告 感谢 像四篇的作者 四篇五十五篇 他说到 晚上早上 下午的祷告 三个时间的祷告 我不知道 大家的祷告 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们是否 有早上起来 的第一件事 和晚上睡下的 最后一件事 是祷告在神的面前 把这个时间 献给神 我们如果能够 建立一个 每天定式的祷告 必将带进神 极大的祝福 美乐的清晨 我们需要受尘更 耶路世纪在于尘 一天的就是说 一天的 早上的时候 是最宝贵的时间 我们应该在 宝贵的早上的时候 在没有开始 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献监主的面 与主说 把对主的敬拜 作为我们这一天的开始 这是一个蒙福的事情 把我们的负担 带到主的面前 也为着我们 为主 为着主保守 我今天能够醒过来 感谢主 因为你知道 有很多人 是醒不过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为我们的 醒过来 为我们能够躺下 今天我们能够 尽处平安 我们要献上 感谢主的保守 我今天如果 我自己有感觉 如果今天 我没有忙碌 没有把这个事情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心里总感觉不平安 有着色漏感 空空的 好像对神的一种亏欠 在下次祷告的时候 就要求主赦免 其实祷告是 对神的一种敬拜 尽管在圣经里面 没有清楚的例子讲明 你要变着眼睛来祷告 但是我们在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比如暗示当中 我们在家中祷告的时候 要跪在神的面前 闭上我们的眼睛 灵里面很快就得到安静 容易进入到 养忘主的这个状态 所以摩天祷告的时候 他是跪在地上 头碰着地 在那里敬虔地祷告 他常常首先 默想神的话 然后带进祷告 当然我们要学习 这些圣徒们 他们灵里面对神的敬虔 对神信心的一个心 我们不是从外边的去模仿 他们这个敬虔的这个行为 因为这样做 才能图有外表 没有实际 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 因为祷告的习惯是不同的 不管怎么样 你的心 总要跟主发生关系 第四个 第四个 祷告是一种所灵的态度 弟兄姊妹 当我们从上面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祷告实际上 跟神在交通 那么不住的祷告 就会比得比较容易 有交通嘛 对不对 这样 对像 你这样一个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知心的朋友 你在跟他打电话 跟他交通的时候 就打电话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据说 没有压力 非常自然 对不对 这下唐诗庄中所说的 人奉自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对不对 当我们碰到我们的爱人 所爱的人 最亲的人 风隔两地 忠实难于歌手 若有机会 就说不完的话 对不对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刚到欧洲的是1988年 家人分开 那思念真难以歌手 一封信来去 你知道太长的时间了 一两个星期 不像现在在网上 随随地面对面的可以交通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不行 那个时候只有打电话 电话会贵到什么程度呢 虽然你们不信 四块到五块钱的一分钟 因为思念 平时就省次兼用 你看我那个时候的费用 房租多少 二十块钱 因为我们一个房间里面 住了四到五个人 躺在那里 我们一个house要吃几个人 我们吃饭大家削的 火车费多少呢 也是二十五块钱 每次我那个来的时候 打两份工 两份工一天下来 筋疲力尽 但是一通电话 和家里一通电话 那是最高兴 最释放 最大安慰的时候 每个月来的电话单子的时候 算账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住在一起 我排名是第二最多的 我大学的同学 他排的最多 每次付五百块 我要付四百多 将近五百块 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每当我通话的时候 住在一起的大家 在旁边笑着 他说好嘞好嘞 谢明宝啊 钱啊 对不对 我的姊妹在那里呢 真奇怪 他放不下 你要当心啊 那讲了好了 你要当心啊 要当心说了好几句 我在想啊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能对神 有这样的感情和态度 你说不是的 导话成问题吗 对不对 那种以后 有这种爱慕的心 如机如刻的 就要找时间 找机会 去向他倾吐 所以真的求神 圣灵呢 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边 我们真的 如果对神 有种 从爱出发的 这种祷告 那就成为一种自然 是不是一个负担啊 成为一种享受 享受一种喜乐 所以这是弟兄姊妹 这是当然的事情 江弟兄说过一句话 他是不住的祷告 这显然表明的是 一个祷告的态度 也是一种说灵的态度 这讲得太好了 不住的祷告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就不难 我想这句话是非常正确 我们能否向神祷告 要不住的祷告 实际上是简别 我们对神的感情 对他爱 这个事情是 当我们对主的爱 有一种回报 有种表示的时候 祷告就出于自愿 而不是出于勉强 因着爱的连接 我们的祷告 就成了一种腹泻 那样的习惯和智人 那时就是 这种爱的享受 弟兄姊妹 第五个 祷告是神的救赎 的结果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谈到祷告 是灵力交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给我们的一个权利 一个福分 也是主耶稣救赎的结果 我们知道 当神造人的时候 他向人 穿了一颗 吹了一颗气 就毕成了 有灵的活人 神造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目的 就是神 要以人 作为他交通的对象 神人的交通 当时维持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 因着亚当下瓦 偷使进国 犯了罪 他们与神的交通 就断结了 我们知道 这一个交通的 断结 不仅是我们人的神事 也是神的神事 因为是他造人的 目的落空了 所以神在这个 堕落的世界里面 他要恢复 人与神的交通 也就是说 在第一个亚当身上 断结 但是他要造第二个亚当 所以他拆遣了 主耶稣来到地上 成全了救恩 最重要的是 要把我们 重新带回到 与父神的交通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 若神都不到 这个交通的对象 神就不能满足 如果我们与神的交通 没有交通 我们也不会满足 所以我们与神 自己的交通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神 也是我们受造的 一个重要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就背负了 这样一个 连接人与神 自己重新和好 就交通了 这个使命 来到了地上 你看主耶稣 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与父的交通 是从来没有见到过 无论是伤心的事情 高兴的事情 无论是随时随地地 带到父神的面前 向神求问 都是神的帮助 和安慰 主耶稣的祷告 是那样的传和 自然 突破而出 没有修士 以至于 他有的时候 分不清 他是在祷告 还是在讲话 有的时候 他车眼 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 有的时候 他念望父神 圣见倾吐 他美若操练 与父神之间的 心灵相通的默契 以至于在他没有 祷告以前 他已经知道 父神允许了 他的祷告 你看拉萨路之前 是不是 出来的时候 他向父神祷告 你已经答应了我 但是我向你祷告 是为了旁边的事情 让他们知道 我是受你猜欠 来到地上 他是完全知道 父神已经答应他 这是圣见的事情 父也是如此地爱他 以至于两次 第一次记得吗 受敬的时候 他起来祷告 以后天开了 父神说话 第二次在变化山上 父神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是喜悦的 你们应该听他的 增加门徒和众人 跟随他的信心 在科西马约的祷告 我们的耶稣 因为肉体的软弱 他知道父要离开他 心里的痛苦 他为了胜过撒旦的试探 他横去祷告 寒溜如雪 父就拆见了天使 守在他的旁边 帮助他 父与子的交通 是如此地甜蜜 绝对的合一 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是我们的主一生 在神面前助人的一个原则 圣经当中 找不着第二个人 能够像耶稣那样 与父之间的 这样一个合一和交通 所以主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九点到十二点 三个小时 他不但若生受了 这大的痛苦 他也受到了犹太人对大的 污蔑 羞辱和弃绝 在那样不能想象的痛苦当中 他与父神基因之间的交通 仍然没有断绝过 富于他同在 给了他切大的力量和安慰 胜过了切大的痛苦 他娘王父神 指导他 这是父神要他压伤 丁要他压伤 以色亚说五十三当中讲的 是吧 目的是要他背负四人的罪念 来完成这个救赎 来打开 富于四人之际的交通的这个巨道 他看到了父神的用心良苦 和父爱惜他的持经 他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正在向羔羊 一牵到宰杀之地 他静默不允 甘心忍受 到了中午时刻 忽然天地都黑暗了 他看到了父离弃了他 所以他喊着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这可是人世间 最痛苦的时刻 在这个三个小时之内 就是五十到深处的时候 我们的父神 和我们的祖 为着世人与神 又恢复这个交通 他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到了三点圣寺的时候 救赎的工作完成了 我们的祖用情了 最后的力气喊着说 沉了 然后他又大声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 这一刻 他与父神的交通恢复了 也就在那一刻 因着他爱我们 为了使我们能够 恢复与神自己的沟通 他宁愿与父神断绝 在十字架上 使在十字架上成求了救恩 使我们这些 因信他的人 与父神自己的交通 也在这一刻也恢复了 圣经怎么说的 耶稣又大声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里的慢指 从上到下 立为两半 希伯来苏 世上怎么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了自圣所 实际上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诱信有火的路 从慢指经过 这慢指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能够 直接来到自圣所 来面对神 向他祷告 使主耶稣用身体扒开 成就的 这是何等大的代价 使父与子甘愿 他们牺牲 而做成的这件事 我们所以不要轻看 这个福分 使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权利 弟兄姊妹 第六点 我讲的是 祷告 能使神的心意满足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什么 祂在我们身上 要得到的是什么 祂所要的 就是我们要与祂亲近 要我们与祂交通 接着祷告 增下一个老父亲 要自己的儿女 跟他一起亲近交通一样 能明白他的心意 胜过你给他吃好的 对吧 这就是享受天人之乐 我想我们从儒家福音 十章当中 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马大为了接待耶稣 忙力忙碍 这当然是好事 因为他坐在神的心 希望能够招待他吃好 如果同样一个人到我家 我也是要忙碍忙碍 这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主是怎么说的 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 这又一件事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 那丧好的福分 是不能多取的 玛利亚丧好的福分是什么 他是住在主的脚前 他在赞养那里 仰望赞养神的龙美 他的心向着神 把主的话 承留在自己心中 默想 默想就在道 以至于他后来能够注册一个 唯一的 甚至于使徒们都不能做到的 就是他在主上十字架子前 把香膏膏在主的头上和身上 这是主在神的心意当中 神非常喜悦 所以他说 你们传奉要纪念这个 做的事情 这是心灵的香蕉 而产生的一个果效 所以弟兄说 当我们心灵跟神相交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 我们要住在他的心意当中 使他满足 我们怎么做到呢 凭着他的心意来祷告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向他祷告是清心吐意 跟他就交通 清静 这本身是做在 这件事本身是做在神的心意 和他喜悦里面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当我们一个真实祷告的人 他不禁仍要站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而且他的心愿 要进入到神的心愿当中 像玛利亚一样 他完全跟神没见 心愿相同 或者说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思想 要进入他的思想里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凭着神的心愿来祷告 真相儿子要知道父亲 讨他的喜欢 要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心里要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照着他的心愿去买东西 照着心愿去做事情 你就真的是做到缺到好处 玛利亚就这样 所以以夫属是怎么说的呢 总要查念何为主是喜悦的事 以夫属第五章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融合 我们要做聪明人 做到神的心意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在祷告上面 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按照自己的心愿来祈求 按照自己的需要 来向神祷告 当然神有的时候会答应 但是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软弱 这不能够逃神的喜悦 也不能够是神的心意满足 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必须有个学习 我们虽然幼稚 但是我们虽然软弱 但是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 要忘记我们一切的所想的 放下我们的思想 敞开我们的灵 让神的灵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进到神的心思意念里面 要为神所想 要想神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就要明白 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要求 神要让灵 神的灵带到我们神的心意当中 慢慢地 神的旨意 祂的心愿 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 这个祷告是逃神喜悦的祷告 也是有价值的祷告 而且是一个真实的祷告 尼弟兄 主内的老前辈尼弟兄 尼特友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没有一个神的心愿 不是经过人出来的 也没有一个神的心愿 是接着人的心愿出来 而不遇见撒旦的权势 也就是属灵的征战 要成就神的心愿就需要祷告 要去到撒旦的拦阻 就需要祷告 我们还得运用祷告的权柄 释放我们需要释放的 捆绑我们需要捆绑的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在祷告 乃是进到神的面前 凭着神的心愿 翻映到我们里边来的心愿祷告 他这个讲得非常的透彻 主耶稣为了教导我们的祷告 祂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和担忧 祂直接了当地告诉了我们 祷告阻止胜叙 主说什么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主要我们看重的是神的事 天国的事 过于自己所需要的 祂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为念 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寻求神的国 神的义上面 不让我们今思的一日住行 泪泽了我们的心 当我们全心地求求神 喜悦的时候 神却不会轻或 祂儿女所想所求的事情 加给我们 这意思就是除了神的国和义之外 离我们窝窦的需要 祂一柄都要加给我们 当我们为神求大的事情 神的事的时候 神把地上的福气都倾倒给我们 像亚伯拉罕 为求神的旨意 而献上他爱子 以撒的时候 神不带给了他 这大的允许 而且把他 以撒 嫁给了他 向所罗门求智慧 以判断神的百姓 神把 负责和荣誉 都嫁给了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 祂为了我们预备了一切 祂喜悦我们 在祂面前的祷告 做一个真实祷告的人 所以祂教导我们 怎样来祷告 主祷文 我想大家都能背出来 对吧 所以你们祷告 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争你的美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你今天试给我们 迷了我们的债 如同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死团 叫我们脱里凶欧 因为各度全兵荣耀 全死 付的直到永远 阿们 这个主祷文 我想大家都能够背出来 对吧 这祷告文当中 前面三句话 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把这三句话 心中默想 神的旨意 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 愿人都争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当圣灵把神的这个心愿 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就给我们里面 一个沉重的负担 和心愿 如果神在那里 为世人 不争他的名 而死亡 而忧愁 难过的时候 我们应做 神的意念 在我里面发生的共鸣 忧神之忧 痛神之痛 我们就要为世上的灵魂 来祷告 要福音的广传 来负担 来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让我们看到 时间的紧迫 祖说 我必快来 神不愿意 神的儿女 落在黑暗当中 最后里边 落在不仁不乐的光景里边 我们就要从里边 发出一个祷告 一个负担 要为自己的索灵光景祷告 要为弟兄姊妹的 自己的带道 也为教会师父 张扮整齐来带道 我们要在那里认罪 求谁赦免 要求去敬他的儿女 当我们向到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为什么不能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当这句话 激励我们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 引起我们的负担 我们就会感觉 胆战心惊 如注正战 我们的服侍神的时候 我自己是不是成为 一个拦住神此意的人 教会的光景 我们服侍主的 自体自己的光景 以及我自己的光景 都呼召我们 要回到神的面前 不住地祷告 我们需要迫切 不断地祷告 使大家都有深切地 在灵里面感觉到 需要圣灵的帮助 在神面前审查 来贵赠 所以神的训言 到我们里边的时候 就成为我们祷告的负担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住祷告的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地丰富 不是没有话可祷告 随地可找 这像我前面所说的 对吧 为了神的自己成全祷告 我们也可以为 我们日用的饮食 经了事给我们来祷告 因为神没有说 我们不可以为 我这来祷告 我们的需要祷告 而是说 你先求神的果 神的事 天上的事 然后可以求 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为家庭祷告 夫妻的关系 我们儿女的教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服事 我们身体的健康疾病 对吧 来祷告 我和我的姊妹 往往是为我们的 生子生育来祷告 为着他们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品德 成长 在人面前 为神做见证来祷告 我们也是经常地 为儿宪 他们的工作来带导 有的时候 应他们的需要 有的时候 清晨 两点钟也会起来 半夜 在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 神的手在动 是困境成为涅进 困境成为圣进 在各样的难处当中 我们感谢神 多能带出来 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所以圣我在神的信心上 我有个许许 觉得他是一个 真的活的神 我也会把我自己 侍奉当中 与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 在喜怒爱乐 带到神的面前 而求神的光照 和宽恕 审插我 除去我心中的黑暗 不透神喜悦的东西 是我对神 对人 应该有个长城 一个无愧的良心 做到无话可说 另一方面 也是神 扩展我里边的度量 是我看到 我自己的服饰 是坐在神的身上 我的礼仪 我的赏识 在神那边 因着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心里的 不平 委屈 伤痛 多一消云塞 使我的度量 能够与 盼望 与大家 能够和睦 所以从神那里 得着一个 最大的安慰 重新得了 来感谢神 所以感谢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神 我们如果真的 不适得在神面前祷告 你就源源不对 可以从神那里 得着力量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身着 圣灵的带领 留心我们周围 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日上 生活当中 我们的鼠记 所闻 所遭遇的任何事情 都可以把它化为 我们祷告的负担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否立即 回到神的面前 来求问神 但是可惜的 往往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 靠自己惯了 尽快找自己的想法 去处理 除非我们世面碰变 碰到怎么样呢 不得已 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这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说临时跑浮角 这个祷告 实际上是很被动 也不讨生喜悦 实际上神的一念 高顾我们的一念 神的 就是智慧 高顾我们的智慧 他神 主耶稣一栽的 要附造我们 到他那里去 凡事祈求 他必成就 这要信 要我们放下担子 在那里的平安 我们为什么不放下 而自己去承受 这个压力 在苦增 这完全是一个糊涂 我们做了糊涂 所以我们今天 真的要养成 随时随地地 转到神的面前 向神来祷告的 一个习惯 不能等到我们 定时的祷告 和在我们教会里边 大家具体在一起 祷告的时候 祷告 这实际上已经辞了 所以随处祷告 就养成了一个 不住祷告的习惯 神便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看圣经的例子 大卫是一个 不住祷告的人 神亲自为他做见证 说 我请得亚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真行我的旨意 他怎么能凡事 真行神的旨意呢 就是因为他凡事求问神 我们看起他无论什么事情 到哪里去 他要问神 这咋能打吗 能打吗 要问神 这咋打得胜吗 他要问神 什么都要求问神 他不是有宽敬的支配 而是受神的支配 所以诗篇55篇 他怎么说 他晚上早上下午 我都求告神 他在诗篇149篇的时候 他一天七次赞美神 他与神之间 有不住的交通和祷告 所以他是一个 合乎神心意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不要做糊涂的 我们既然知道 神的恩典 他用生命的代价 做成了 我们能够跟他 有交通有祷告的恩典 我们不 为什么不 享受这个权利的恩典呢 这是四人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不是祷告 凡是谢恩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是以 接下来也讲了一个 是 祷告以生命做根基 神在寻找一个真实祷告的人 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祷告是出于生命的 我们与神 去做 圣灵祷告 而是跟神有交通 灵礼的 也是一个生命的交界 我们圣徒之间的 祷告和交通 也是一个生命的沟通 是从生命 传递生命 主耶稣给了我们 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 不单是我们 永远活着 而且是我们 能够在生命里面 与他交界 交通 在这个生命里 我们享受主的同在 在这个生命里 我们享受基督里面的 一切丰富 同样的 我们彼此在神面前的 交通当中 我们在神面前 一起聚会 这个交通当中 有一种生命之间的交界 是灵与灵之间的 一个响应 如果我们离开了 生命的根基 我们彼此的交通 交界 祷告 一五用之 实际上 闲谈一样 对吧 同样的 我们的祷告 也不能达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刚刚蒙举 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还是婴孩 人人都要一个婴孩气 真的吃奶 不能吃干粮 所以我们祷告 真的留在一个表面的 肤浅的层面 往往是什么 一气求为主 求主保障我平安 求主抑制我结病 求主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等等等等 对不对 他没办法来晋升 也没办法来沟通 跟神沟通 我们因为不懂 正像保齐一个婴孩 你看到他 你跟他讲什么呢 真的是夸他 哎呦漂亮啊 我眼睛这么大 都这么长 我长寿 这个话你不是讲给他 他不懂的 是讲给旁边的人听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成熟 接着我们在主面的追求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灵修 我们经历的增长 我们对主的认识 从不知道到真知道 我们在祷告当中 神对我们的启示 就会增多 我们就会明白 是吧 我们往往在祷告中 神给我们亮光 正像耶利米苏里边 三三章里所说的 你求告我 以后话对他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用你 并将你说不知道的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你看到吗 当你求告他的时候 神会把他的启示 你不知道的 又大又难的事 启示 告诉你 所以当我们的 所灵的程度 到了成一期的时候 长大的时候 神能把他的启示 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能明白 他的心意 去执行 去征守 你说神心里 多高兴 多满足啊 弟兄姊妹 不光是我们得着 神也得着我们 因为神在天上擦开 他喜悦我们的祷告 他寻找一个真实 祷告的人 你我今天 是不是能够成为 他的祷告 他的喜悦 我们可以看 圣经当中的例子 摩西八十岁的时候 他灵里面 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程度 四十岁埃及 四十岁旷野 对不对 神没用他 八十岁 父召他出来了 因为神看到他是 成熟了 可以把隐藏的心意 来告诉他 所以父召他 上西乃山上去 在山上留了他 四十周夜 弟兄姊妹 周什么意思啊 周就是白天的 四十个白天和晚上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是叫他 四十天在上面睡觉 在休养 而是跟他交通 跟他讲话 太多的隐秘的事情 要跟他交通 使他不吃也不喝 摩西在四十天中 从来没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神兴奋 因为神找到了一位 男人托父的朋友 圣经当中 他又称亚伯拉罕是朋友 称摩西是朋友 所以他告诉了他 神为什么高兴 因为他一两千年 一直在寻找 他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自信的朋友 所以他 车也的 不分周也的 跟他交通 是摩西在四十天当中 他心里解冻 脸上充满了荣光 一直下来的时候 人家不敢看他 对不对 摩西邻里的成熟 成为了 耶和华的朋友 可以托父亲来他 所以 神把十戒 把绿里典章 把建造会母的规则 造成天上的样式 全部告诉他 传给了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的蒙福 弟兄 你看到这个成果吗 在新约的时代 神在地上 找到了保罗 保罗从大马苏路上 受光照以后 神在天上看到 他对神满腔的热情 到处传福音 建了教会 灵里边 特别猛进的成长 所以神能够把 自己的启示来告诉他 结果他在神面前的 寻求祷告 他得到特别的启示 他写了许多的书记 尤其在囚禁 在监狱的时候 他没有到外面去 他有更多的时间 祷告在神的面前 结果他怎么样 写出了以色所说 哥罗西书 这个恩典不得了 这个奇事不得了 所以说 他写了这两个书 把神的奥秘 彻底地解开了 所以有圣徒们说 保罗死基督的教会 腾飞了 我们得知一出 同样的你看 九十多岁的约翰 他被流放到了 巴摩海岛上 他在那里 囚禁没有自由 多少艰苦啊 你看到我们这个 就是启示录的那一个电影 他在那里随时隐藏卖民 随时有可能被杀 但是他彻底地 在神面前祷告 神就跟他沟通 给了他特别的启示 他把从神 从唱四以来 为了末后时代 一个荣耀的计划 全部写出来了 这就是启示录最后一部书 是我们今天知道了 教会的历史 也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 我们应付的责任 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和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天上 耶路撒冷天堂 那个环境 那个景况 我们都清清楚楚明白 明白明白 所以是我们不能做糊涂人 我们因为将来的盼望 今天活在地上 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 我说这些例子 不是要等我来说 我们要等到八十九世的时候 我们来成全大事 而是说 我们今天惭愧的 我们也达不到 他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 我们真的从中看到 神在天上观看 祂在寻找 在生命当中成熟的 能够跟祂交通的人 祂如果找到的话 祂何等高兴 正像祂见到了 找到了摩西 亚伯拉罕 保罗一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 真的要追求 所灵的生命 要越成长 我们在神的前面的光景 也就对 我们就能把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告诉我们 来启示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为我们今天 在地上得到的一点满足 我们服事当中 得到的一点惩戒 而来将傲 而是要激烈地追求 知道今天神在插开我们 我们能否不足地祷告 以这副心来献给祂 成为祂能够沟通 而有用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 今天到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 我们这个祷告的 一个意义重要性 我们祷告的一个形式 是随着随处 把每件事情发生的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来祷告 我们就不担心 我们没有祷告的内容 我们因着神 祂把我们看成是朋友 耶稣不是说了 从今以后 我不叫你们是仆人 而把你们当成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 就是那样的随和 没有居住 清新土一 因着我们的爱 我们也不间断地祷告 这是自然的事情 而且祷告当中 我们为了跟神沟通 为了我们的丰富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多经神的话 带进我们祷告当中 这是圣徒当中的一个经验 因为圣经的话 实际上是神对我们说的话 祷告是我们对神的话 既然我们跟神 都有这样的交通 我们这个祷告 就成为一个 蒙神祝福的祷告 而且源源不断地 从神那里得着力量 所以我们要带进 圣经的祷告 而且我们要 去掉拦住我们的 祷告的一些罪 一些软弱的信心 一些很多的问题 我想今天 我不可能跟大家交通 留在下一次 我继续来讲 不住的祷告 今天我们就 结束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有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真的是你何等爱我们 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看到你为了我们 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成全了这个救恩 让我们重新能够面见 我们的天父和你救主 现在真的让我们在地上 不要轻看这个佛分 让我们在地上也知道 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要让我们生命有成熟 就是我们生命的成熟 能够跟你有沟通 能够受你的托付 造着你旨意活在地上 能够成为你的见证 也应做 你这样的一个喂养 真的应做你这样 给我们的这个教训 让我们知道宝贝 存留在心中 成为生命的时机 教会是你的 我们都是你的 当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将来在天上 与神永远相见 地上是一个帐篷的生活 冲冲而去 所以我们在地上 有限的时间 要获得天上的生命 我们知道 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所以求主 永远提醒我们 用你自己的话 用着你最后的一句 我必快来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 照着你的指引 活在你的面前 为你而活 为你而死 或者活死或活 都要基督 在我们身上显大 成为你有用的人 感谢主 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 也祝福我们的 Loseway教会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祷告奉祖名求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每次听谢地萱在台上交通 就感到是一位斩者 在主里面苦口婆心 他今天讲的祷告 是他一系列 遵行神旨意的其中一部分 祷告对基督徒来讲 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从一得救开始 我想他就会祷告 但是祷告也是基督徒一生 有学习的功课 最后面一个分题讲 祷告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根基 我想祷告也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标记 我想就是谢地萱我记得他在台上 也不止一次讲过祷告 对基督徒个人属灵生父来讲 祷告和读经是闹不开的话题 我们也可以自己检查自己 我们在每天生活中 我们对祷告和读经如果不看重 我们的属灵就已经发生了问题 和省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问题 刚刚谢地萱用他自己来澳洲的经历 和国内副老师谢思姆通电话非常形象 虽然很贵 真的非常非常贵 你很难用现在这种价值观来比例 打一通电话 一个月一个礼拜的电话 远远超过你的生活会议 但是他那个时候 他还是一定有打 感谢主 今天有没有新来了 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了 弟兄姐妹 欢迎朋友 有没有 没有 这里就有两个报告 第一个是 长青团契 时间正快 又到月底了 下个月就是春天了 十点半到十二点 是 马太福音十一章 如果弟兄姐妹想参加 还没有进入这个团契的话 可以跟谢地萱联系 现在都在晚上 如果有时间的话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下午是有个姐妹聚会 地点是在晚上和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 在这里是在图书馆里面 在这里是在图书馆里面 地点是在图书馆里面 盼望有时间的能够留下来 或者有时间的唱在晚上 很多参加过的姐妹都觉得这个学习都很有帮助 如果没有别的祷告 我们就为中午的方式有点简单 没有别的报告为中午的方式有点简单祷告 主要是我们感谢祢 实在是祢的恩典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基督徒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用祢帮助我们在地上 能够对祢自己有科目 科目祢的话语 科目祢自己 主啊 我们与祢怎么样来交出 是祢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 常常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也把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自己的需要 教会的需要 带到祢面前 主啊 愿祢祝福弟兄姐妹 让我们个人的生活 真的能够门祢的喜悦 当我们见祢面的时候 得到祢的称许 也把中午放师 时间仰望主 求主祢祝福这一点时间 也为着厨房弟兄姊妹的摆上 献上感恩 也求主祝福他们 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有些人的摆上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